我感觉最近好像敢于发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我都万万没有想到 郝海东一个既得利益者 他曾经那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那是中国国脚 中国足球 官方控制的体育 那肯定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了 今天能够站出来发声 不管新中国联邦它到底能不能成事 但是郝海东他能够慷慨激扬的去痛斥老共 曾经做过了哪些坏事 我觉得很难得 就是处在一个曾经的前国脚 曾经的既得利益者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 它能够影响多少人呢 会不会有更多的人都勇于说话呢 正好今天恰巧 还是有意还是无意 反正我就看到了 就是一个记者在采访金星 他是一位变性人 之前其实我对他印象也无所谓 也妈妈的 今天看到他在采访的时候 他关于中国的教育 中国的洗脑 然后他说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他说这话的同时就等于是否定了老共了 这么说是有风险的呀 我想找到这个采访到底是什么时候的 我都最早看到这是一个5月7号的采访 应该就是最近啊 他也是在发声了 就感觉现在敢于站出来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了 越是有名的人 越是影响力大的人 他只要一说话一发声 就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当中 可以说自己影响力越大 敢于去说真话实话 那么你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 你看这半年有哪些人 陈秋实他是被抓了 做公民记者被抓了 方斌也是被抓了 这是在国内的 不管你是有名的还是没有名气的 一旦你的真话实话 引起了广泛的传播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那么你就危险了 所以说像陈秋实 像方斌那都被抓了 被消失了 音讯全无 那前几天发生的是郝海东 那我就感觉那郝海东他也危险了 那郝海东的微博账号被清空 中国官方都不敢提郝海东的三个字 HHD 郝海东这个三个英文字 不得缩写HHD 就是想让他在国内彻底的封杀 那郝海东国内肯定回不去了 回去肯定被抓 这还用想吗 那么他发生的意义 那是要影响更多的人的 那我今天我看到金星接受采访 他还是先于郝海东发言 只不过今天被传出来了 这说明金星太太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也是一个有勇气的敢说真话 敢说实话的人 之前我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深 今天对他的了解算是更加深一步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更加有女人味了 更加漂亮了 人越活越有味道 这是金星 你别看是一个变性人 就在我今天看到金星接受采访的时候 正好又看到一个别人的总结 有推特网友说 只要沾上反共的明星 无一例外 死于非命 如邓丽君 梅艳芳 黄家军 麦克杰克逊 说这个无一例外 有一些不严谨 但是金之一网友一提醒 是啊 好像是啊 看看他列举这几个人名 邓丽君 以前在8964的时候 曾经到现场为那些学生献唱 头上记一个布条 然后给学生加油打气唱歌 这是邓丽君 反共的 当年有大陆的军官呀 叛逃到台湾 邓丽君他都是出席去敬酒的 但是反共的 这是邓丽君 邓丽君死于意外 那梅艳芳呢 他就是以前也是唱过一首歌 血染的风采 他之所以敢唱这首歌 就说明他们内心当中啊 的真正价值观取向 你就知道了 还有谁呀 黄家军 那黄家军也有一些歌 是影视中共的呀 像长城这首歌 长城这首歌 你看个歌词 你仔细玩味一下 是不是在影射中共 最牛逼的是谁 迈克杰克逊 迈克杰克逊那首啊 地球之歌 还有一首歌是 他们不关系我们 这两首歌 这两首歌的MV啊 都有那种 天安门广场的那个片段 在里面 坦克尔 而且杰克逊 他自己在开演员会的时候啊 他曾经是模仿 八九六四坦克人的片段 坦克开出来 迈克杰克逊伸开双臂挡住坦克 这就是赤裸裸的影射影射CCP 当然了这么说了又扯上一个阴谋论了啊 或许啊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啊 不管说像邓列军的死因啊 包括像梅艳芳 黄家居了 还迈克杰克逊啊 像这些大明星啊 他们死的时候 那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啊 各种细节被深挖出来 真正的死因现在网上都有啊 你要是硬把这个阴谋论联系起来 硬说这些人啊 他们的死啊 都是老共他们在搞阴谋论 这真的是有点扯啊 我聊这个话题呢 也就是一个八卦 我并没有说是中共害死了这些明星 只不过啊 就是因为这些已故的明星啊 他们这种反共心态啊 反共历程啊 曾经有哪些作品啊 咱们可以说到说到 也算是一个话题 也算是一个八卦 因为我现在做节目吧 如果说做那种太严肃的视频类节目 每天要写稿 要整理思路 整理一二三 论点 论据一大堆眼泪啊 正好今天呢 看到这么一个话题啊 也是一些关于娱乐圈的 郝海东呢 是搞体育的 然后金星呢 那是娱乐圈的 包括以前那些唱歌的 演电影的 咱们换一个角度 去看到这么一个事情 一顶 然后呢